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我是刘俊荣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节目现场预祝大家休假愉快 在今天就是结束了2017年的第一季 投资朋友 我不晓得大家在今年的第一季赚了多少钱 不过我想这个休假刚好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3月31号交权指数中场收在981下跌36点 那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股票都是早盘大涨到尾盘做一个下沙 昨天已经跟大家提醒到了 已经到了做账的最后一天 会有很多股票顺势的又进行一个结账的动作 你不要被截到账 今天再去追到很多强势个股 有一堆的股票都是大涨杀到平盘下 那这盘式格局非常有清明变盘转折 已经越来越确认 尤其今天盘式格局增量到千亿元却是收跌 所以一个极短波的量价空方 好 但是极短波的支撑9816 收盘是没有站上的 但是有强烈的支撑带还没有跌破 我们来看看这个横向盘整区间到底怎么样去做一个变化 那接下来盘式格局 我想盘其实如果拉更大一点点 高档区是有压力的 但是低档区也有支撑 那这个盘式格局可能一个期货的一个波段 一个布局方向 还是要稍微去等一下 这个盘在休假之后 结后的一个表现 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 那不管如何 你只要有获利方程式 你看得懂就有机会今天赚大钱 好吧 这盘式格局 刘老师告诉大家 今天有很多股票 越来越有清明捷的感觉 很多股票都是 我昨天就开宗明义跟大家讲 我认为已经非常明确的五成的股票 向他做变盘转折了 但是变盘转折 清明捷向下击杀 阻跌弱的股票 他卖出来资金 他会找下一波的主轴嘛 那你只要剩下五成有机会的 尤其当这个盘式格局 弱势股一郎那样出来 法人却会把资金 做一个非常明确的集中 所以你会做真的很好做 那你把他资金集中到少数就两成 有主生的话股票 好第一季我们完美的结账 昨天有很多的股票 一档一档跟大家细数 好这一次不是我倒给你的哦 我在今天上跳嘎空的第三个缺口 我一大早就卖了哦 今天很多的股票杀尾盘是在一点钟才开始 向他急杀到平盘下的哦 不是我出给你的哦 这一次不是我们出给大家的哦 好 近期为什么这五天密切跟你去讲预金光 其实六老师早就已经预备要在这个时间点提醒你说 在这个位阶你要找下一档的预金光了 你要找下一档的合金了 那我们准备好这档股票 如果你已经错过了 同志朋友 好我们陆陆续续获利了结的资金 我一样会严控资金 那我讲得非常清楚 我分批获利了结之后 三五成资金我会集中到第二季全新主轴 那我把开中名音我就告诉大家 整个盘氏格局是多是空 刘老师是一个很直爽的人哦 盘氏格局该看多看空 没有人像我讲的这么明白啦 你预金光还会做错的人哦 那盘氏格局是说 他就股票本身没有错哦 就看你 就看你会不会做而已 明明是在嘎空的时候你硬要放空 明明要开始转杀多的时候你才去追多 那你怎么可能赚得到钱 等一下益金光等一下看 我也会详细跟他解析 不过 好 要是说 这个盘我这一个礼拜脉络 我的盘氏终极局势看法 我都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你还可以 你还愿意跟着我们去操作 在接下来我们精挑细选的 这两三档短线股的 好 那你跟上来 好 因为我们卖出来的资金 今天我们卖了很多的股票 那目的呢是要开始去布局全新在清明节之后有机会向上变盘转转的股票 好 不然这一档全新的缺货涨价的体财股 好 那风险控管好之后去全力布局类似这个短短这两个礼拜的时间的八根涨停板向上喷出 我的目标 讲的还是非常清楚 我希望前面的五天八天 如果你用百万元资金就集中布局这样的股票 有拉开一两根涨停板 那你成本拉开了 你自然可以把它列为波段股 好 短线单获利了结之后 留一部分留波段股 这样子你就忘无疑失了 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你这准啊 想要探极 很着急 很怕这个盘事格局真的有邪恶第五波喷出 好 我想大盘我们要停看停 可是至少确立有邪恶第五波喷出股票 你就千万不能够错过 因为最好做的就是到5月15号之前 好 最后一批第一季的祭拜也出来 那这个盘事格局来讲 那我认为就是最后这一个月的一个空窗期了 好吧 那务必把握 在今年这个股东会前那上半年这个花木行情 最好做的这一波 你今年错过了这一波 刘老师会告诉大家 错过了前面四个月 错过了前面四个月 你就再等一整年了 好 尤其密集布局股票 我从1月1号就跟大家报告 最好做的就是这三个月的时间 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 那它一个选股条件一定是 有机会成为法轮所嘛 那你尽量买在法轮之前 然后淡月淡季不淡 你看这个 2月份营收就年增54% 1月份年增70% 好 2月份营收就年增了49% 这种在最淡的时间点 就已经能够率先走强股票 就会类似华邦店 好 就会类似像合金 这样一档档的股票向上喷出 好不好 那我希望 股票都帮大家尽挑新写出来了 你想要贪钱 我的个性是很直白的 好 那你把手上 已经确认会有组结断 像要你如果不晓得怎么样看 在这四天延假期间 我还是会到 我还是会到公司加班 好 我一档一档 把你手上的股票审视一边之后 你换到我手上的股票了 我抓你贪钱 好不好 今天排斥格局这样震荡 我昨天就跟大家预告了 总之朋友 一年 又过了四分之一 又要到算账的时候了 不只是要赚这个月 要想办法赚一年 那这盘四格局已经越来越有 清明 时节 雨 纷纷 路上行人 欲断魂 你 啊 祖生断趋势的股票 你把它带到 我帮你床后啊 你不要带到这个 随便跟着人家电视节目去买 然后每次都追在那个最高点 好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横盘整理十天 我们所研究的 预告的 好 这些股票都是倒数这十天 最强最喷的股票 你去找谁有机会成为法人所骂 缺货 涨不停 就会像郁金光 诶 刘老师 我们要卖我在前一天还提醒你说 我明天要卖了哦 那你今天才去追吗 好 真的会做 不会做差很多啦 会做的人今天十张是大壮五十万 不会做的人十张就现套了三十万 好 为什么环球金喷出 为什么华邦链喷出 品刚合金喷出 好 如果你做到这些股票 你就可以直接快乐升等 快快热热的 因为你手上都是 郁金光 黄球金 合金 华邦链这些邪恶第五波喷出的股票嘛 而且这个磐式格局 总有一天主升段会结束 好 那代表一大半的股票 主升段结束之后 接下来会走什么波段 你不要带到那种主跌段下来的股票 不要是从头到尾就告诉你 这是最后第五波 只有剩下两层主升段的股票 这些股票会非常明确 那你把资金集中到这些邪恶第五波喷出的股票来嘛 好 那问题是 谁的事 你看得懂 赚钱就很容易 你大盘也一样顺势做 第一季你就赚了二十万了 好 然后不要去做到那些盘式格局 这个盘式格局大趋势的方向主升段还没有结束 即便在接下来清明节变盘转的 有很多股票向下变盘 可是大长多的走势其实是没有结束的 所以这里就是经销期选持股 你不要做到那个主跌段向下变盘的股票 不然明明就是一个主升段 你永远赚不到钱嘛 明明就是一个主升段啊 为什么我在演讲会告诉你说 每个人都在解郁金光啦 每个人都在解郁金光啦 你们偏偏要找那个 每天表演演的感觉手上有郁金光 搞不好会员手上一张都没有 抠讯从头到尾拿不出来 而不去找一个大力光从两千块钱喊到五千块 已经做到两千三百块 已经带你从五十多块钱跟你报告 在第一个二八二的反转点 跟你预告向下几杀 上跳三空就是嘎短空捷径了嘛 嘎完空你要预防杀多了嘛 你要是多么替你着急 看着你被控盘者欺负 你等到杀到一百七十多元 再来四浪回土 或是大量换手点再来买嘛 来 这是今天预金光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今天已经出现了五浪加KD背离 我们在早盘九点半左右的时间 就不在三百二十多块钱三百二十五 这附近获利了结最高的成本买在两百七十块钱加码多端 请他们获利了结 这个几几人扣讯就拿出来给人家看了 七掌钱就跟你预告了 好的 朋友 朋友 你是到了今天三百三才在追玉金光吗 你是等那个去年两百块钱的可乘 五十块钱的玉金光跟你讲苹果要崩盘 结果今天玉金光三百块钱翻多告诉你说玉金光要喷出主声段的 这样的分析师 你听到了你不要准备卖点吗 两百块钱航空可乘 你知道可乘今天多少吗 可乘今天三百块啊 所以玉金光后来怎么样看 这个波段上跳三空真的嘎短空的讯号结束了 但是玉金光到底结束了没 那问题是今天不是刘老师倒给你的哦 他是到一点钟才下杀到平盘以下的哦 来回又擦了 来回又从半根将近一根掌平盘杀到平盘下 那十张又擦了三十万了啦 真的是会费的问题吗 你是十张先赚五十万获利了结 还是今天又是在这个最后短波的 嘎短空结晶的位置点才去追 无浪KTA背离 那讯又出现了 好的 这边哦 玉老师真的 好 跟你预告 邪恶第五波喷出已经确认了 好 十张赚十万 但是已经告诉你已经在嘎空喷出的第五波 昨天第二根掌停板 两天赚二十万已经告诉你说第二个突破缺口已经出现了 那你不要追在第三个捷径出口之前 好 邪恶第五波已经喷出了 那你在今天供到三百三十块去追 主力不倒给你要倒给谁 主力不倒你要倒谁 那你接下来如果玉金光还有机会你要找谁 好 真的 这样一天来回就是八十万了 实际上就差了八十万了 好 这个刘老师先前都已经跟大家报告非常久了 好 可是 昨天有刘老师说 这个嘎短空结晶讯号出现 但是下半段回来我再跟大家报告 我认为这边还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基本多端是没有出的 那为什么 我等一下下半段回来要跟大家报告 那今天合金我们短波端也是卖的 它跟玉金光一样也有嘎短空解晶的一个讯号 你不需要去占那些还有两万张的龙券的便宜 你啦 主力就是要倒给这个龙券两万张要去回补啊 好 真正在价格往上涨的嘎短段 你不走 再倒给空单要去承接位置点 你才进场承接 很让人赚钱 那今天合金 不是九点五十分 已经出现了 你要预防五浪加减利备利 获利了结的一个机会了吗 好 林老师是起涨之前就跟他通知环球经第二 开始要做一个竞技场布局了哦 好 昨天差点喷出涨零创新高哦 对不对 那今天跳高在卖 这样十张是不是一天的时间又赚十万了 好 昨天是跟大家预告我们要卖了 今天这些股票调整出来有确认有变盘转折 真的初步确认它涨不动了 好 林老师是看到今天讯号 我们才把资金卖出来 好 但是卖出来资金我们已经准备布局 全新一批的方向 好 盘式格局不好 但是反而让这个盘式格局更好做 那接下来 如果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 严格筛选资金控管好 短线先掌握到两三根 比较明显的主身段的一个喷出段之后 我们再把它留成波段段 这样的策略 这样的资金控管 这样的环境背景我们评估 你认同林老师 这样的一个理念 让我带你探钱 你赶快来 好不好 学习两个方向之后 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期货 股票 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 多空创向灵活布局 林创富的最佳伙伴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顾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顾 27年来一直秉持 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均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托 珍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提货股票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 多空创向灵活布局 您创富的最佳伙伴 02-278-3777 2-278-3777 2-278-3777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 来我们的现场 那这盘是个其实还很有机会 其实这是6488的环球金 同样在合金我们卖的时间点 我们在230块钱 先把这22万元的一个获利 好 把它放在口袋里面 那今天有初步去确认 我们昨天讲0.618要观察一下 来图示篇 前一次有提醒到你 郁金光或合金这种短波卖讯 我不倒给你倒给谁 主力食物群刚好利用这个位置点 保留一些战果 已经拉得这么高嘛 你也不能怪这些食物群 今天做一个短条的动作啊 你为什么非要到清明节的时候 才被人家变盘转折到 起张点 告诉你说赶快来赶快来赶快来 飞到今天急了才去追在这个最高点 所以股票买力空好不好 比要等到环球金公布力多的时候 你才去追 让实渣不是来回差了60万 实渣一天又差了40万 到208块钱买 不是才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因为出现五浪加KT贝里获利方程式了 3月29号直接短波向上 到昨天还特别提醒你说 嘎空力道减弱了 那今天有点初步 确认你也留意吧 我们可以再看一天 可是这个盘就已经告诉你说 有一批的股票强势股 确认这里就是短波编盘转折了 确认清明变盘主流要变化了 你要开始把资金变到下一批的主流 那下一批主流是谁 好 来非常明确 这是2344的华邦店 都说没有 今天的收盘价是再创波段新高 月线放出十年来的历史天亮 喷出创波段新高 整个等距的底行 这个行情会走很久 华邦店这么大的股票 会把相关供应银股票 一档一档带上来 你下一档的环球 华邦店第二第三在哪里 赶快要 我们已经帮大家锁定好后市的方向了 好 这次华邦店起场之前就跟大家预告了 我在三月上旬就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锁定这次华邦店旺宏 但是旺宏今天出现比较明显的震荡 像比较明显的是华邦店的一个主流 强势的态势 完完全全没有改变 一根一根K线 一个一个买卖点 帮他做一个追踪的动作 好 那我们 这个方向 投资朋友你一定要去锁定 来 这是TPK 来 投资朋友稍微去注意一下了 华邦波的 第一个波形的第五波 昨天已经告诉大家 你要稍微去注意了 但是今天 其实我认为这个盘式格局没有明显的下杀 这个还是强势的整理 很重要的 这是2474的可乘 今天售盘价来到300块了 好 去年的EPS 28.5 已经熬了整整两年 熬了整整两年的大底 今天站上 熬了整整两年 可乘终于回到10倍的本益比 它代表什么 连那个死空头都已经翻多浴金光了 翻多就是个绝佳的短波妈一点 要是真心想要带大家赚钱 那找看得懂的人 那我相信关于苹果概念 我们的分析 绝对是市场上面最领先 还有什么类似像可乘 这个短波二点 未来的大底完成之后 还大有可为 这个底型 苗的位置点 你就要好好去做追踪了 如果连可乘市场法轮圈 也开始回来回补买盘 经过了两年 看坏苹果的过程里面 只给它7倍本益比 我就是要每次210的那个买店 我没有一次带你错过 今天可乘可以给它 回到300块钱 代表苹果概念股 相同理念的个股 你还可以去找到营收表现 而且今年苹果的创新题材 爆发力到更强的股票 绝对有比可乘 未来一个波段空间 更强的股票 那我刚刚讲的已经把 接下来清明节之后 会向上变盘组成的股票 讲的已经非常明显了 好 所以 如果你可以认同刘老师理念 愿意跟着刘老师锁定 你只要资金控管好 你不必管 这个盘式格局怎么样变化 好 刘老师时时刻刻盯着 这些股票变化 该买该卖 你只要跟着我的指令 我的目标是 好 如同我们前一波 第一批的短线股 今天是完美的结账 今天是完美的结账 我们已经把大部分 我们只留 我认为还有组成那种股票 好 短线上面会挣当资金 我就把它获利了结了 现在有全新一批的股票 扬帆发 你跟上刘老师破绝脚步 好不好 好的 这边 很魄力 我知道这个盘式格局 难度非常高 也知道大家在这个时间点 学校期间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好好沉下心来 那个盛中追缘 把时间留给家人 专专业的部分留给刘老师 好 那难度很高 可是你看得懂的人 赚钱速度会非常快 好 那我们就锁定这三当组流鼓 好 股票都帮他跳出来了 真心与您交朋友 好 那388 888 最后一次 最好做的四月 麻烦大家 务必在第一个时间 直接跟上来 好 节目十分钟之内 只限十名 与您真心交朋友 直接教学刘老师的服务人员 预祝大家投资顺利 本投公司与所推荐非切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期货 其货股票 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 路空双向灵活布局 您创富的最佳伙伴 零儿 2578-3777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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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未来想做什么 如果你对未来感到茫然 找不到方向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 请不要停止前进